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说着韦小宝要去审问行识龙三贵的识客 夏国相说 阴差大人要去审问识客 那就最好了 阴差大人问一句 胜过我们问一百句一千句 就怕王爷 王爷他 韦小宝说 王爷他怎么 他不准我审问识客吗 夏国相连望说 不是不是 阴差大人不要误会 大人去看我审客 查明这个女孩的来历 我们王爷只有感激 没有说难阻 小将斗胆有句话 请大人不要见怪 唉 你这人说话是吞吞吐吐 一些大丈夫气概都没有 实在平时贵老婆贵得多 快点说吧 快点说吧 夏国相在心骂他 你韦小宝十八代祖宗 个个都是畜生 他说 就怕那个食客 万一就是公主身边的公女 大人一见就提了去 那王爷要起来 小将加不出人 那就很糟了 韦小宝想 你这个家伙真是狡猾 把说话说在前面 要我答应你不提食客 你呀 爷呀 这个食客是我的老婆 给你们欺负都行吗 他笑着说 你说那个食客一定不是公主的公女 那要不要担心呢 夏国相说 这些是小将估计的 究竟是怎样 实在都不清楚的 你又不准我将食客提走了 是不是 不敢 不敢 阴差大人请在大厅坐一会儿 等小将去品名王爷 那以后的事就由王爷和阴差大人两位作主 就算王爷生气了 也怪不到小将头上 韦小宝想 原来你是怕被岳父打屁股 不肯负责 就笑一笑 好 你稳告吧 不过我跟你说 不管王爷睡着 这个是醒 你要跟我立刻回来 你王爷身之要紧 我们公主的生死 也不是小事 公主殿下给你们细子欺负之后 现在都不知道怎样 我要赶着回去看看 他因为炮红三季昏迷未醒 夏国相进去 守在床边 再不出来就糟了 夏国相公身说 决不敢耽误阴差大人的事 韦小宝哼了声冷笑话 这些是你们的事 不是我的事 夏国相进去之后 还是过了很久才回来 韦小宝已经等到很不耐烦了 夏国相说 王爷还不是十分清醒 小将派阴差大人等到心急了 所以匆匆忙忙 稳告完之后 来不及等王爷的御史 就立刻来士致大人去审问食客 阴差大人请 韦小宝掩握头 跟着他走进去里面 穿过几条回廊 就来到花园里面 只见几十名家长 守执兵器来回巡邏 戒备森炎 夏国相带他来到一座大甲山前面 向一名武官出示了一支金批令箭 他说凤王爷遇事后 阴差大人前来审讯食客 武官驗了宁箭攻身 阴差大人请 总兵大人请 打側的身子站在一边 夏国相说 小将大路 就在假山石栋走进去 韦小宝跟着他走进去 走了没几多步 就见到一道大铁门 门旁边有两名家长把守 原来这座假山是地牢入口 夏国相带着韦小宝连气过了三道铁门 越走越低 来到一间房仔前面 在这里 装了一堂很大的铁闸 闸后面有个少女坐在地下 双手捧着他头 正在低声饮饮 墙上挂着几盏油灯 发出淡淡的黄光 韦小宝快步行上前 双手握着铁闸 定眼看着那个少女 夏国相说 站起来 阴差大人有话问你 那个少女转转过头 灯光就照着他的面 韦小宝跟他互相一望 他跟着准备 都那种的唄 那个少女就港地乺站起 右手手上的手铁门声 小女说 怎样你在这一 Кол hora 两个人都驚奇到吉 魏小宝哪里都想不到 这个少女不是阿拉 而是牧王府的小困主 牧健平 他定了定神 宁愿头问的按下国相 下國尚說 為何將他運到這裡 下國尚說 大人認識識客嗎 他真是服侍公主的公女 他那種驚奇法真是不下於韋小寶和穆劍平 韋小寶說 他就是行識王爺的識客 下國尚說 是呀 這個女孩子膽大得多 做些犯上作亂的事情 到底是誰主使的 請大人長家審問 韋小寶稍微放心了 他想 原來大家都誤會了 行識吳三貴的不是阿柯 是穆家的小郡主 他父親被吳三貴害死 他來行識吳三貴為父親報仇一點也不稀奇 他又問下國尚說 他自己說叫王可兒 是公主身邊的公女 下國尚說 我們捉到他之後 問他姓名來歷 主西人是誰 他什麼都不肯說 但有人認得他是公女王可兒 不知道是不是 要請大人指示 韋小寶想 小郡主被擒 我一定要切斷救他的 他也是我老婆 做人不能偏心的 他就說 他當然是公主身邊的公女 公主十分寬理他的 講完 向穆劍平眨眨眨眼 你為什麼 行識平西王 而命長啊你 到底是誰主使你的 快招公 免以皮肉受苦 穆劍平說 吳三貴這個大漢奸 認賊作婦 把大明江山奉送給清廷 凡是漢人 誰不想拿他的命 可惜我不能殺死這個奸賊 韋小寶炸的以犯惡話 你這個妹釘 這麼無法無天 你在王公主住了這麼久了 一點規矩都不懂 敢說這些大逆不道的話 你不怕殺頭啊 穆劍平說 你在王公主得來過我好多 你又知道什麼規矩啊 我怕殺頭 就不來昆明殺吳三貴這個大漢奸 韋小寶走上一步 渴他說 快招公啊 到底是誰主使你行識的 同黨還有什麼人 一邊說 一邊右手手指公 向身後指了幾指 要小分主拉夏國尚下水 他身擋著手指 夏國尚站在他後面 看不到他的手勢和斬眉斬眉的神情 穆劍平會議 立刻指著夏國尚大聲地說 我的同黨就是他 是他指寫我的 哇 夏國尚生生氣啊 他說 亂得無謂啊你 你還想奶 你叫我行識吳三貴 你說吳三貴這個人壞到透了 大家都憎死他 你說 你說 次死吳三貴之後 你就可以 可以 所以 他不知道夏國尚是什麼身份 講大話又不聰明 一時摺不下去 魏少爺說 他就可以升官發財 從此就沒有人打他 罵他 是嗎 穆劍平大聲說 沒錯啦 他說 吳三貴呢 時時地打他 罵他 對他好兇的 那三人好兇他 早就想親手殺了吳三貴 就是 就是沒有膽 夏國尚又渴他又罵他 穆劍平完全不理啊 魏少爺渴他說 喂 你說話要欣住 你知道這位將軍是誰嗎 他是平西王的女婿夏國尚夏總兵 平西王雖然有時打他罵他 那也是為了他好而已 講完 在心口動起手指弓 讚他講得好 穆劍平說 夏總兵跟我說 一殺了吳三貴呢 他自己就可以做平西王 他說 無論行事成功不成功 他都會放我出去 不用我受苦的 不過他就困了我在這兒 記住 夏總兵 我聽你吩咐做了這件事 你什麼時候放我出去 夏國尚很生氣 他想 你這個臭妹子 本來不認識我的 都是這個小子說的 你這個臭小子 為了要救你 用腦子來開玩笑 你兩個人本來是認識的 真是怎麼也想不到 他說 你再亂來 我就打到你皮開肉棧死去活來 穆劍平吃了我怕 就不敢再說 他想 韋少寶如果救不了自己 這個武官一定會狠狠地對付自己 韋少寶說 你心裡有什麼說話 都說出來 不怕 你這幫夏總兵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他真是指醒你行色平西王 你就老老實實地跟我說 我亦不會洩漏出去 港元又慢地打顏色 穆劍平說 他 他會打死我 我不說了 韋少寶說 這樣說是真的 港元 嘆一口氣 退後幾步 靈了靈頭 夏國尚說 大人名鑑 反側冤禮長官 這些事事事事都有的 不要相信他 韋少寶尋人說 說是這麼說 不過 平西王平時對夏總兵很疑 夏總兵的心裡很生氣 想殺了外父 這些說話 恐怕他一個小女兒憑胸都捏造不出 等平西王傷好之後 我要好好的勸一下他 面致你們外父和女婿 細成什麼水 什麼火 千頭夏國尚聽見 穆劍平冤禮自己 雖然是生氣 不過也不是怎樣在意 因為自己一生功名富貴 都是平西王比的 沒有人會相信自己 有不貴的圖謀 但是韋少寶如果 跟平西王說這件事 外父實以為自己心中懷恨 竟然對外人口出怨言 外父近年來脾氣暴躁 對夏屬極嚴 一聽到這番說話 恐怕馬上就有不察之禍 連王說 王爺對待小長仁智而盡 就當是親生兒子一樣 小長真的感激萬分 陰差大人千萬不要跟王爺說這些話 為小寶見他著急 微微笑說 人無傷苦意 就苦有害人心 恩將仇報的事 世間上是有的 平西王待我不錯 我一定要勸他好好提防 面致被自己人害了 平西王兵強馬葬 身邊有無數武功高手防衛 外人要害他難了 不過家賊難防 自己人下毒手 恐怕就避不過了 夏國尚越聽就越心驚 明知魏小寶的說話是無中生有 他容易完全是答案這個少女 不過平西王疑心極重 對人人都猜疑 前幾天他親兄弟吳三妹 走進後堂 忘了脫下配刀 就被他親手繳了刀 痛罵了餐 魏小寶如果跟平西王說什麼 外敵二黨家賊難防 平西王就算不信 這番說話他心裡生根了 對自己前程必定很有妨礙 就低聲說 陰差大人提拔栽培 小仲永遠不敢忘記你的大恩大德 大仁有什麼吩咐 小仲赴湯道火在所不辭 就說有天大的關係 小仲已一力承擔就是了 魏小寶笑笑口說 我是為你著想 這個妹釘的說話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還有妹釘自己知 總共是三個人知道 本來呢 你一早把他一刀殺了滅口 就乾淨利落 沒手未跟 但現在這些說話我聽了 你要滅口 就連我都一刀殺了才行 不過我手下的士衛兵將 早就提防你一著了 幾千人都在皇府外面等候 你要殺我 被狗起來 就要難多一點點 下國上面色都變了 請了安華 小仲萬萬不敢 小仲萬萬不敢 魏小寶笑著說 既然滅不了口 這番說話 遲早都要傳回平西王那裡 夏總兵 你是十大總兵的頭頭 又是平西王的女婿 其餘那九位總兵 還有皇府的文武百官俠 抹你醋的人恐怕不少 開港也有說 開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 既然有人欺醋 加油添醋的事 當然免不了 只要流了一點點風聲出去 平西王的耳邊 就不太清淨了 人人在老人家耳邊 說你的壞話 家柴添草 煽風點火 平西王受了傷 病的脾氣 不會是很好的吧 這樣 這樣 唉 講完盲的另頭 魏小寶不過照常情推測 夏國尚就想了 這個英俊對於我們皇府的事 都知道得很清楚 妒忌我的人的確不少 他就說 但是人為小仗著想 小仗感激不盡 就是不知怎樣才好 衛少寶說 這件事早來 本來也挺為難的 好吧 我就背上身 交你這個朋友 你把你的妹釘交給我 帶回去 說公主要親自審問 說到這件事 看我嘴上他耳邊低聲說 今晚一刻 我將他殺了 放消息出來 說他死都不肯招供 受刑頂不住了 就呼呼哀哉了 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沒有 一乾二淨 一清二楚 夏國尚早就猜到他要說這幾句話 他想 豈有此理你這個臭小子 你想救這個妹釘 還以我多得你 是你的臭小子幫了我的大忙 不過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妹釘 真是奇了 他問 大人的確認清楚 她是公主身邊的公女 小仗先盤問她的時候 她對公主上茂年紀 公內的情形 說得也不正確 魏小寶說 她不想連累公主 當然是故意說錯了 你妹釘忠於公主 又不負你下總兵的重託 好極了 夏國尚聽說話一轉 又轉到自己頭上 別搞了 連王說 大人的妙計果然是高明 就請大人寫個手語 說一張犯人提了他 讓小仗向皇爺交代也好些 魏小寶笑著說 你爺爺 老子孟子都不懂得說 寫什麼手語腳語 在身邊拿出一支短筒火槍就說 你這支槍是你皇爺送給我的禮物 你拿去給皇爺看看 就說我奉公主之名 把犯人提了去 你這支火槍就靜密了 夏國尚雙手接過 藏在身邊 出來叫了兩名武官進來 吩咐他們打開鐵閘 除了木劍平的腳鳥 但是仍然帶著手銬 夏國尚拿著手銬上的鐵鏈 一直送到皇府門外 把鐵鏈交給魏小寶拿著 又把手銬的鎖匙交給他 就大聲說 陰差大人奉公主殿下遇事 將女犯一名提他審問 大家小心看守 不要讓犯人逃跑 魏小寶說 你怕我提了犯人會抵賴嗎 現在人人都看見了 都聽見了 我要賴都賴不了 夏國尚公身說 大人開玩笑 小將決無這個意思 你跟皇爺說 說我很掛著老人家的身子 明天再來請安問候 不敢當 話說魏小寶帶著木劍平 回到安復原自己家屋 關了房門 笑嘻嘻地說 好老婆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木劍平醜得臉都紅了 他說一見面就沒有他好話說的 你舉雙手 手銬的鐵鏈叮叮噹噹的響 你跟我脫下他才說 魏小寶笑著說 我先跟你親熱一下 一脫下手銬你就不肯了 說完 一手抱著他的腰 木劍平很急 他說 你又來欺負我了 魏小寶說 好好好 我不欺負你 那你來欺負我 把自己的臉珠 烘在嘴唇上 輕輕碰碰碰 就拿下國上膠來的鎖匙 開了手銬 拉著他一拍地坐在床邊 問他行色吳三貴的原因 木劍平說 紅教主和夫人收到你送去的東西 好歡喜 就被解藥我寫 解藥身上的毒 就派赤龍夫子帶我來見你 要你忠心辦事 夫人說 教主和夫人知道你想見我 所以 所以 偉小寶拿著他的手 說 所以派你來做我老婆 不是的 不是的 夫人說 怕你經常顧著我 不能我安心做事 她真的沒有說別的事 夫人一定說了 你只騙我 不說 你如果不相信 見到夫人的事 你問她 偉小寶看她急得眼淚都暈了 怕激到她哭 她就說 好好好 夫人沒有說 沒有說 不過你自己是不是很掛著我 也很想見我 木劍平定轉臉 輕輕掩頭 偉小寶說 那那個赤龍夫子呢 怎麼你又去行色吳三貴 木劍平說 我們帶前日來到昆明 就想來見你了 誰知在西門外面 碰到我哥哥和劉師傅 蛤 你哥哥和劉師傅都來了昆明 我一點都不知道 熬師哥、劉師哥他們都來了 只是吳師叔有病沒有來 大家來到昆明 安排了個計劃 要刺殺見寧公主 偉小寶吃了驚 她說 要刺殺公主 為什麼 公主又沒有得罪你木王虎 我哥哥說 我們要推理昆三貴這個大漢奸 現在有一個大好的機會 清田皇帝把妹妹嫁給昆三貴的兒子 我們如果把公主殺了 皇帝一定會為昆三貴保護不周 就會下聖子來責罰她 那麼多數就會迫到熊三貴造反了 偉小寶聽到這說 手板都出了冷寒了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